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来到童话故事会 俗话常说,人鬼殊途 可是如果有一天,人类和妖怪变成了朋友 世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夏木找到有人杖以后,前来寻找他的妖怪越来越多了 这些妖怪分为两波 有些妖怪是找到夏木,想要让他把自己的名字换回来,得到自由 而有些妖怪则是想要强行抢走有人杖 毕竟拥有了有人杖,那上面的妖怪就可以成为自己的手下了 为此,夏木也是十分烦恼 每次还回一个名字,他都会累得筋疲力尽 而更恐怖的是,他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妖怪 这是他来抢夺有人杖 不过还好有猫咪师傅为他站在前方守护着 这天,夏木正在吃饭的时候 一个超级小的妖怪找到了他 说妖倒不如说他是神 这个小小的陆神,想要从有人杖上调回自己的名字 可这一次却难倒了夏木 原来陆神的名字和另一位妖怪的黏在一起了 又不能强行去撕碎,否则就会伤害到妖怪本体 于是他们决定一起找到另一个妖怪 当夏木来到陆神的地盘后才发现 原来陆神之前有很多人来祭拜他 可伴随着人们的更新 现在来祭拜他的人只剩下一个叫花的老太太 老太太的身体现在也很糟糕 所以陆神的身体也越来越小了 不过他们这一次还是有很大的收获 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叫神的妖怪 顺利的把他们两个的名字都还给了他们 到夏木再次来看陆神的时候 他发现陆神的身体变得更小了 而且竟然开始发光 原来唯一的信奉人花已经老去了 没有了信奉人陆神也会死去 可陆神却从不后悔 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喜欢上了花 现在能和花一起老去 他很知足 原来要和人也能产生这么美好的爱情 哪怕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交流 却一直彼此陪伴着 故事最后 夏木再一次和猫咪来到了陆神的供台前 虽然陆神再也没有出现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留言评论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